欢迎收看阿宾娜 穿越古今化人物这个单元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三国重量级的人物 这个人就是司马懿 你看我们的题目就写 见血封喉 绿不细发 绿不细发当然我就用古龙的小说 小李飞刀来讲 司马懿真的是一个大号的人物 三国就终结在他的手里 中国的再次统一 也是司马懿所缔造的基础 的情形之下才得完成的 那么司马懿出生于西元179年 河内温县排行第二志冲达 他们家有八个兄弟 浩维八郡是四家子弟 爸爸叫司马房 曾经提拔过曹操做洛阳北部位 曹操一生的政治军事的起点 就在司马房提拔他做洛阳北部位 等同于现在的中正一分局长这个职务 那么禁书中世传就提到了说 司马房性格方正 喜欢读汉书 居家规矩非常的严 如果没有他的允许 小孩子们是不得善意进入他的房间 所以司马房的修身功夫 对司马懿养成成文性格 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关键的西元18四年春天 黄金之乱正式暴动 乱世中的英雄纷纷冒奸 曹操孙坚刘备相聚登上舞台 讲到司马懿的出头 就必须谈到 汉墨选拔人才的两个管道 名叫真辟 中央叫真 地方叫辟 也叫茶菊 再好的制度 久了也会产生流弊 所以在司马迁成长的年代 作为洛阳就有个歌谣 就居秀才不知书 居少年复别居 就是说要选你做秀才不败字 说要选你做少年 说老婆住在养老院 这类标记说 再好的制度 如果没有刻意 善意的去坚持 也会有流弊重生 奸安六年 西元二零一年 二十三岁的司马懿 就出任河内郡的上纪元 这每年汉朝是七八月份 要统计 晋国之内 互数人口 钱粮收入 以及财政开支 以及当地的治安状况 制成一本算簿 这个名叫记簿 就是总和境内所有的财经数字 再由上纪元到洛阳 成帝给师徒 那这个上纪元就很重要 有时皇帝会亲自接见 有时候皇帝接见 一喜欢 就会把他留在宫内当差 好为难关 很多人的出生就从这边开始 在东汉宁帝 这个制度 认为难关的制度就被废止了 什么因素 不知道 可能因为要卖官欲决的因素 因此 这个上纪元在选拔的时候 他就必须符合几个条件 一 形象要好 长得太丑都不行 比如说你不能用个像我们那个年代的蒋光超 那不行 因为皇帝要接见 长得俊秀 这个就非常重要 再来就是要世家子弟 穷人子弟也不行 比如说要我们台湾这个世家子弟 你看显得出来的几个家 孤家 这个成家 这一类的才行 第二个 口才变几 大支不行 你要跟皇帝报告财经数字 那大支呢 那皇帝要听几遍 所以古代我们在读古书的时候 常常有看到说 航性口才变几 或者谁谁谁口才变几 并不是讲说他口才非常流利 只是在告诉我们 这个人没大支 那么反映出来就是 以前大支的很多 别说以前 我做小孩的时代 我们争头 就有几个大支 大支跟这个疫情的 这个COVID-19同样 那会传染 所以跟大支的经常做会 大支的没变好 结果好的都变大支 我您就是在这里 那么 再来 心绪要如法 基本的数字 要非常清楚 东汉末年 算盘才诞生出来 所以在记账算布方面 也特别方便 那么 司马懿呢 就当然荣因了这个植物 可是呢 由于难关的显拔就废止了 它就回到乡下 西元201年 曹操以司空的名义 曾司马郎31岁 司马懿年23岁到中央任职 曹操这个政治上的动作 它有几个含义 第一 报答司马房 当年提拔他当洛阳北部位 第二 拉拢世家子弟 第三 就是提拔有能力的人产 三样曹操都兼备 最终是司马郎入司空府 到曹操旁边任职 司马懿称病婉拒 所以司马懿的第一次装病 是在西元201年到西元208年 也就是说曹操在关渡之战前后的七年 他都在装病期间 其实当时候他婉拒 并不是像后来的禁书所写的 对曹操有意见 所以他故意 以足底筋膜炎 脚有风皮这样子的毛病 不能自由起居 来婉拒 那么事实上这个说法是不太对的 最重要是 司马郎当时候已经名满天下 八岁的时候在全国已经拥有知名度 而司马懿在当时候虽然二十三岁 也当过上纪元这个职务 但是他没有哥哥的名声 所以司马懿自己换算 哥哥可以到司空府认比较好的职务 他可能也就是北农的总经理 韩国瑜那种缺可以干 所以他不干 所以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其实很重要 要我们一般穷孩子 穷人家的小孩 有工作就要去做 可是对于这种富家子弟 政治的起点其实就相当重要 并不是后来有人讲 说司马懿要等待官渡之战之后 赎胜赎输才压保 这个把司马懿说得太神了 曹操当然不相信 曹操派人日夜监视 而司马懿当然也不是省油之灯 反正装嘛 看能装多久就装多久 那么到最后曹操做了丞相之后 就要聘请他作为文学员 就告诉去的人 说这一次如果在装风卖傻 就直接收补 就把他压到朝廷来 曹操做丞相是建安13年 西元208年 从建安6年首次真辟司马懿到建安13年 第二次在真辟司马懿相差7年 可见司马懿这7年的病情是起起伏伏 未见好转 不过在军事联盟有一个小段子 我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一天下西北雨 司马懿当天是在晒书晒竹检 真正的史书是记载 司马懿叫了几声 希望有人来帮忙收竹检 结果因为雨势太大 他叫的声音 丫鬟或仆役就没听清楚 司马懿看到雨下的这么大 不赶快收 那竹检都会坏掉 所以他就起身起来收竹检 这个在军事联盟是 由教师府的人看到 而他的太太张春华 在教师府的人出去之后 一路追 终于把它处理掉 事实上真正的历史不是这样 是丫鬟端着鸡汤来 突然间开心地看到 少爷竟然可以起身收竹检 就轻轻地把汤放在桌面上 然后回厨房去 丫鬟在厨房洗锅洗盆的时候 张春华捏手捏脚地走到的厨房 站在他的后面 拿起厨房的菜刀 无声无喜地就在他的背后 往脖子上一抹 当然丫鬟的动脉就被切断了 血喷洒了整个厨房 张春华15岁 杀丫鬟的事情 在当时候的东汉末年 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 跟观众朋友分享 金丝念梦用得很好看 但是也不必太认真 我讲的稍微有一点惊悚 但是历史就是证明 司马懿跟张春华 其实感情没那么好 一个15岁的少女 你可以下手这么狠 哪一个丈夫会受得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提一个观念 就是汉末 为什么无人能够一统殿下 第一 长期战争 人口大量死亡 生产力的人丁大量流失 记当时候的户口记载 曹魏拥有最大的户口人数 是560万 东吴250万 蜀汉最少95万 所以在人数这么少的状态之下 等于不到1000万人 东汉建国之初 户口人数大概在4000多万 所以等于 7分之10的人口都不见了 第二个 汉末之前的统一战争 都极限于大河南北 以洛阳为中心 可是三国亦三半河 蜀汉靠着天险 东吴靠着长江 所以整个地理形势也不太一样 第三 四逢人结 流向之争 人才归于刘邦 所以刘邦统一天下 汉末三国人才 分于三国 所以互相抗衡 各为其主 那么司马懿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边 他很能够在实际上把握 以及在跟着人里边学到他特有的严肃 他对于曹操的决断 对于诸葛亮的云人 对于曹培的反物无常 对于贾许的念念 他都有深刻的感受 人要成功外部因素大敌有三个 一 环境要允许 就是机会 吃质要就是 所以人家说劳标 乱世之草包 太平盛世的好官 这就是没中世纪 那么机会存在 危机就是转机 这个好的人才 在危机中看到了生存之道 不好的人才 在危机中看到了魅王的征兆 第三 对手秤多 三国人才其实不少 其实蠢蛋也很多 这都是红花立业的效果 以上讲的这三个条件 什么也都有 在环境上 他后来是曹培的老师 那么在机会点里边 曹冲死了 曹培就有机会了 这个叫机会点 第三 齐风敌收 降义良才 诸葛亮的对峙 诸葛亮当然不是蠢蛋 可是在三国演义里边 把司马懿跟诸葛亮的对峙 讲得很不堪 其实观众朋友要了解 司马懿与诸葛亮都知道 彼此的存在 都是自己能够生存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诸葛亮也未必容易成都 留得阿产的政府 而司马懿更清楚 五代老臣 他必须争取时间 跟皇帝比赛 看谁活得比较长 所以他不能赢诸葛亮 他也不能输给诸葛亮 他必须养寇自保 换言之 诸葛亮活得越长 他生存的机会就拉得更长 所以他即便能赢 他也不能赢 就算诸葛亮的轿子出来 没搭着诸葛亮 使诸葛也能够下走活众达 因素就是这样 他必须争取 否则一旦诸葛亮已早过世 他就将面临 狡兔时走过碰 飞鸟进凉工厂 所以当诸葛亮一日吃不到几碗饭 休息不到几个小时 他告诉诸葛亮的来时忧心忡忡 他不是假惺惺 他说丞相这样过劳 身体恐怕会受不了 他期待诸葛亮要活得久一点 他并非期待诸葛亮早死的那种典型 这个必须 也让后代修历史的人知道 司马懿对诸葛亮的期待值 是在这个地方 司马懿非常清楚 狡兔是走狗碰的道理 朝魏跟蜀汉比的是耐力 司马懿给他的儿子司马弗 回了一封信 他说诸葛亮自大而不见机 多谋而少爵 好兵而无权 虽提足十万 以堕物壳之中 必颇之意 换言之 也就是说他对于能不能赢诸葛亮 事实上他是非常有把握的 在武功障元对峙了120多天 事凡而少时的孔明已经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诸葛亮已经54岁 面对司马懿张格曹征郭怀号召已显得力不从心了 司马懿能赢而不赢 他等的就是时间 等洛阳有变化的政治氛围 司马懿特长之一 不善嫉妒 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 做了一些对的事情 他有两个特长 第一个 善人 临无尽数 穿无停留 特长之二 能言 非常能够表演 他第一次表演给曹操 装病他是为了磨身 就是身份的身 第二次表演给曹操 是为了磨身 第一次表演 表演七年 第二次装病 是装了两年 第一次是要忽悠曹操 第二次表演 是要曹操前家舍光光 司马懿一贯奉行的是 敌不动我就不动 敌动我就动 典型的后发之人 典型的后发先至 司马懿用他一生淋漓尽致 扑撒了他生命性格中的特点 不打没把握的仗 对外的军事作为 或对内的政治斗争 都谨守磨定 而厚动的原则 西元 249年 农历正业初三 高平临政变正式发动 我们在这一次的发动 看到他非常沉稳 念念的性格 举一个故事给大家分享 曹操派大将李胜 去陕西临行次给他告别 司马懿在司马昭司的扶持之下 出来装疯卖傻 一会儿说你是谁啊 一会儿又听成你是谁啊 搞得李胜啊 哎呀真是不知道怎么讲他是谁 这中间呢还流了很多口水 还尿了一屁股的尿 还拉了一两小头的大便 这个李胜呢 回去跟这个曹操报告说 太妇患不可复计 令人怅然 哎呀 当场都快掉出眼泪 回去跟曹操报告 也觉得心稍有不能说 大概活不久了 曹操当然看不出 退休的太妇司马懿秀礼乾坤 才会那么放心的大胆 带领着小皇帝曹芳 以及皇亲贵族两万多人 在大年起高平临祭拜 先帝曹内 司马懿整个人格形象 有他的三个侧影 如霄 允雄跟全才 朱元璋是霄而不露 刚蒙有意而文字不足 王芒是如而不霄 有心复古 却无力至今 张良是隐而不雄 清晰致辞 却必权弃势 曹操是雄而不淫 锋芒必路 而树敌众多 诸葛亮 权而不采 面面俱到 又样样不惊 曾国藩则是财而不浅 为将常败 为相又非常的迂腐 司马懿的一大特点 是在善于学习他人的长处 而能够随环境变迁而成长 他既是儒也是肖 既是英雄也是钱财 以诸葛亮相比 蜀汉人才凋零 落得蜀汉吴大将 廖化作弦风 人心凋敝 赎金不出一匹 而司马懿 在主政期间 培养了六到八位的 今天伟帝的将相人才 为将来西境的统一 铺陈了光明大道的储备能量 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奇才 军事奇才 也是个表演奇才 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